你跑得很辛苦 但為何跑來跑去都去不到終點 因為原來其實你的人生目標向你 但你現在很出來向你一邊跑 Picky 通常你見到二十多歲剛畢業的人 通常有甚麼問題 問題是他們剛畢業 純粹想找工作可能有收入 不知自己的目標是甚麼目的是甚麼 想問一下Brian 你有甚麼建議給剛畢業的學生 因為你都經歷過這個迷惘的階段 我相信 多謝你問一下Picky Picky 其實現在在鏡大後面 我相信有很多剛畢業的同學都有這樣的問題 OK 我不想那麼多 總之我是先做一些工作 先拿一些經驗 好了 這樣吧 有甚麼狀況出現了 大家或許會見到 因為他不知道自己想做甚麼 而只是找了一份工作 然後他進去死火了 原來不是自己喜歡做的 不停地公轉公轉公轉公 我初初就是這樣了 我二十四歲回到香港 那我當時是做甚麼的呢 做Personal Trainer 其實我沒有想過自己的career 我覺得Personal Trainer挺好玩的 又可以很自由 很自由 很害死人的 又沒有甚麼約束 又不用跟有甚麼老闆聊天 那就做了 一做就做了二十年 原來這件事不是我自己喜歡的 所以回到Peggy 你那個剛剛畢業的朋友 你要記住就是當我們開始動之前 先計劃好 OK 如果你沒有計劃 就好像說你出去跑步 你跑得很辛苦 但為甚麼跑來跑去都去不到終點閘 因為原來其實你的人生目標向這裏 但你現在很出來向那一邊跑 向那一邊跑 你覺得你用了很多力 但跑了一輩子都去不到你的目標 因為為甚麼 因為你沒有問清楚究竟你的目標是甚麼 你會想做甚麼 你對甚麼是絕對有興趣 你想用甚麼工具 跟這世上說話 你問自己這是不是你的career 記住各位年輕的朋友 不要找一個工作 找一個事業回來 事業和工作是兩回事 工作有甚麼狀況 如果你覺得這份工作的時候 星期一是很難回到工作的 你看到我們有些經常都笑著叫叫做 叫做Monday sickness 星期一通常都是會關電梯的 為甚麼 因為它沒有那個passion 它沒有那個推動力 因為它只知道這份是一份工作 但如果你看這份是你的career 為甚麼呢 星期一你不單止不會起不了身 你還想盡快起床 我的感覺是說 我去到星期天晚上 I'm so excited 是很興奮 為甚麼 因為去到明天星期一 又可以盡情開始一個星期 這就是工作和事業的分別 所以先設定好你的目標 Bian 還有其他問題 就是當你找到目標之後 你如何盡快去實踐 如果當你知道不可行的時候 你會怎樣去抽身 或者你會怎樣去解決這些困難呢 好 會怎樣做法 或者目標不可行 記住永遠沒有目標是不可行的 只是一個方法不可行的 不要把責任放在目標那裡 我要想的是現在我的目標 好了 我試了一段時間 但是不可行 很簡單而已 試大些方法 C 甚麼方法 其實也很簡單 你要找一些做過這件事 做得好這件事的那群人 諮詢他們意見 是不是 這些就是經驗 我們不可以說 我們沒有做過一件事 然後靠自己摸索 然後做得最好 不 前人永遠有智慧的 對不對 Isaac Newton 說了一句話 是很正確的 就是說 如果你覺得外交成功 因為前人的那些巨人 已經做過某一件事 你就借助他們的經驗來做某一件事 對不對 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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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有這麼多年輕人 為何一輩子會再去另一件事 就是說 他覺得在這間公司是不成功 或者這個項目做不到 所以要退休 但是他不知道 不是因為目標的問題 不是項目的問題 是他想法的思想上的問題 他應該問 我應該再用甚麼方法 跟甚麼人拿他的諮詢 或者指導 你多做你的目標 就不是目標的問題 是方法的問題 好 第三個問題 當我實現完那兩個步驟 找到目的後去實行 當我實現的時候 如何擴大自己的目標 如何去做得更加好 這是一個好的問題 有兩個邏輯 第一個邏輯就是 當我們要做一個大事業 或者一個大project出來 第一個想法 不要靠自己做 一定要有團隊合作 對不對 一個人偉大極 那你可以多偉大 一個人做甚麼 一個人做甚麼 你建一層樓 你也不可以一個人吧 所以第一個就是 團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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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有甚麼強項 但是在這個project裡 你再需要有甚麼強項的人 在你身邊 你recruit那些同事 或者朋友回來 一起做這件事 如果我負責起樓 哪一個負責劃職 哪一個負責跟政府 是交付這個交易 哪一個負責是做一個supervisor 哪一個負責是水電 那裡 或者那些石 這樣弄上去 哪一個 誰 找這百人出來 OK 第二個想法就是 當你建完這層樓的時候 你就要想 那我下一個project是甚麼 我要再建高一點 我要再建得漂亮一點 不停給自己新挑戰 等於我們初初在香港做一個business consultant 不夠 我們要再做多一點的國家 初初去到幾個國家 不夠 再要推多一點的國家 是吧 慢慢將你的板塊 將你的目標再推高 不要是因為你做完某一件事 你覺得自滿 而停養 我見到有很多朋友 他們 are so talented 他們有很多的智慧 或者一些的經驗 但是因為有小成功 而令到自己停養 跟著就是在這裏是這麼多 所以你見到最厲害的那班的朋友 是怎樣的呢 他們不會因為今天做完這件事 很滿足 他們會不停挑戰自己 你見到Amazon 譬如說Jack Bezos 他們在Amazon是買賣東西的 但為何他現在會做那個space traveling出來 Mr. Branson 也是的 Virgin這個 brand 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初初是Virgin Records做唱片的 但是現在Virgin Galatix 又上去太空那裏 你見不到嗎 各位朋友 你見到 Let's say Tesla Elon Musk 你做電車而已 現在又上去太空那裏 Space X 不停挑戰自己的極限 不停用現在你的想法 令到 Mankind 你身邊的市場 因為你的出現更加好 這就是想法 各位年輕的朋友 OK 所以大家加油 我希望你喜歡今天這個影片 記得把這個影片分享出去 這裡有個按鈕 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開啟了那個 notification 那下次我們有一天有新影片 你就可以收到 OK Take care 就好 找出